你好,我是Lily,今天是2021年的5月27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看来华春莹华大妈真的是美帝的卧底 在2021年的1月19日,华春莹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关于新冠疫情的事情 华大妈说,所谓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秘密军方背景的论调 毫无科学根据和事实依据 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Fort Dautrich中文德特里克堡基地 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 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基地展开溯源调查 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在2021年的2月19日,华春莹华大妈再次要求 美国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国调查病毒起源 并重提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根据维基百科 Fort Dautrich中文德特里克堡 是美国陆军医疗司令部位于马里兰州佛德里克的一处设施 德特里克堡主要研究可能威胁美国军队或公共健康的细菌和毒素 并调查疾病的爆发 而在5月23日,TheGatePandit.com报道 中国已经渗透在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的军方生化防御项目 文章中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扬阴谋论 说德特里克堡是COVID-19病毒起源的地方 Usematrade在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一直是中共军方的间谍活动目标 由中共军方训练的研究癌症的国家实验室的朱崇宇和肖晓东 他们研究癌症少于研究病毒 而这个病毒是极其危险的 是由中国生化战项目研究的病原体 另一个中共军方训练的江诗伯在返回复旦大学做教授之前 也在纽约的学业中心工作了20年 在那期间他参与了广泛的美国病毒研究 江诗伯的研究也与中共军方有联系 因为英文报道中写的中文名字没有汉语拼音的声调 所以我说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中国军方的在美国研究人员的名字 有可能在发音上有点不一样 在5月24日的班农战斗史中 塞林博士说 中共的那些科学家从克林顿政府中后期开始渗透 德特里克堡 也就是弗莱戴特里克癌症研究所 那之后 Yousmetric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和那些科学家之间开始出现合作 南京东南大学的曾献坤就是其中之一 南京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所在地 而严博士说 COVID-19的病毒骨架 周山蝙蝠病毒 就是东部战区分离出来的 德特里克堡有两个研究所 一个是塞林博士任职的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 另一个是弗莱戴特克癌症研究所 中共军方一直想渗透陆军传染病研究所 但很难 但在中共科学家在癌症研究所工作之后 这个癌症研究所与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之间的交流沟通就变多了 并开始合作 这些进入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 开始转向危险的病毒研究 华春莹一再重申 要美国以及全世界专家调查德特里克堡 现在调查结果出来的 是中共军方培养训练的科学家 先以研究癌症的名义进入弗莱戴特克癌症研究所 然后转头去研究生化防御病毒 并且他们还一直与中共军方有联系 你说华大妈是不是美帝卧底呢 由于华春莹不停地提德特里克堡 结果美国情报部门抓出一堆潜伏在美国的中共军方地下党 华大妈的主子可是布局了几十年 结果让华大妈的嘴给破了 这还没完 在2021年的5月12日 华大妈说 美国议员提议设立56个FBI岗位 专门监督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大学活动 华大妈建议 最好美国设立30万个 至少也15万个FBI岗位来做这事 不然抓不完中国在美国的间谍 这不没过去几天 英国每日邮报5月22日就报道 英国大学内的中国间谍将面临高级别审查 现有200名中国学者遭受调查 审查结果已经核实 这些间谍有可能在未来几周遭逮捕 现在美国要通过法律驱逐中共间谍 澳洲也要抓中共间谍 华大妈一句话 中共至少损失一个军的间谍 你说华春莹能不是美帝卧底吗 在5月24日 塞令博士还参加了另一个访谈 在访谈中塞令博士说 如果我们调查COVID-19的真正起源 也就是中共的生物战项目 就会处击很多人的利益 就会处击从中国赚大钱的人的利益 也会处击从中共病毒中得益的某些人 所以这才是阻止美国对中共生物战项目 进行调查的原因之一 CAN5月25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拜登政府上任后 在2、3月份决定终止一项 川普时期国务院主导的 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调查 这是发生在两三个月以前的事 但在美国时间的5月26日 拜登政府发了一项关于调查 COVID-19起源的声明 拜登说 他现在已要求情报部门加倍努力 以收集和分析所有情报 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确定事实真相 并在90天内向他报告 CAN报道 拜登之前2、3月份叫停 川普时期国务院主导的病毒溯源调查 现在又命令90天内调查出结果 这就是典型的美国政治 各方势力 党内党外相互交流 媒体先行 影响舆论 所以路德的博士军团 班农战斗士才要不停的掌握 病毒溯源的话语权 来对抗与中共合作 从中共那赚大钱的被中共蓝金黄的势力 在5月24日的班农战斗时 川普政府时期 白宫贸易顾问 现川普助理纳瓦罗说 福奇早就知道这个病毒来自实验室 会引发大流行 但福奇对当时的美国政府 美国人民撒了谎 福奇手上沾了太多的鲜血 这位病毒之父会在90天内卷铺盖走人 National Impulse报道 福奇在武汉病毒所的功能增强研究中 作为顾问领先 在5月26日的路德时评节目当中 路德说 美俄总统将在6月16日在日内亚见面会谈 中共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次的美俄双边峰会 拜登政府这一次一定会解封与俄罗斯的关系 这对中共绝对是巨大打击 俄罗斯在美国冻结了他在美国的资产 制裁德国北溪二号石油管道 使得俄罗斯在过去的七年里过得非常艰难 这次拜登对俄罗斯解封 普京一定会站在美国这边彻底抛弃中共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 一在5月25日郭先生的盖特小视频中 郭先生说中共对科学家对专业人士 正在进行全面的筛选和调查 所有的工程师所有的技术人员 共产党特别盯紧限制出境 懂得高端技术的专业人员 写代码的工程师都不让出去了 因为这些人走了就不回去了 现在只是边控以后会是城市控 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都不行 因为中共的人脸识别系统到哪都能追踪得到 当时德国的希特勒 限制所有的德国高级知识分子 专业人士不准出国 直到希特勒被消灭 现在马上在中共开始实行了 二 凤凰网财经报道 温州银行高层集体大换血 消息称浙江省联社五位人士进驻温州银行 并接替三行长两副行长职位 温州银行是全国首个专项债补充资金的中小银行 令网易5月19日报道 普发银行代销理财产品违约 投资100万到期只拿回21万 中国的中小银行理财产品都在逐步违约爆垒过程中 三 德州参与5月24日批准携带手枪不需要执照的众院1927号法案 并将其发送给州长艾伯特 州长表示他将签署该法案 四 阿尔兰都柏林大学医学院生物学家 道瑞斯卡黑的教授出了个视频说 70岁以上打了疫苗的可能在3到5年内死亡 即使你只有30岁 你的寿命也会大大减少 可能在5到10年内面临死亡 你还可能产生过敏反应 神经认知问题和炎症 当然还有不孕不孕 如此说来 这个新冠疫苗就是阴谋集团 以比尔盖茨美琳达基金会为代表的人口削减计划的一部分 若有网友想看这个视频 可搜GTV的秘密翻译组节目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